大家好 我是罗宾 欢迎来到罗宾水族 今天的场景很特别 我邀请了罗宾的妈妈 跟大家来碰面 我们来聊一些水族人 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请罗宾妈妈跟 广大的观众们说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你是罗宾妈妈吗 我是罗宾妈妈 OK OK 好 那我们今天换一个场景 我们来聊一下 在我们养水族的时候 养水草 很多家里会有反对的声浪 那我不晓得说 妈妈你会不会反对罗宾养这些 不会 因为养这个 水族 对孩子 是有兴趣的 不会做坏事 也有很好的前程 可以做一个 妈妈可以看镜头 我们跟镜头 这样这边看 大家才看得到你 好来 那你说不会做坏事这些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可以那个 对大家 大家庭的 快乐 一起很好的 享受 是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嗜好 和兴趣 那因为 罗宾小时候啊 就开始在养育 那我也很感谢我的父母啊 对于我在玩这个兴趣 他们都是支持的 那可是我常常在网路上看到一些网友都会表示说 他们在养鱼的时候 家里都出现反对的声浪 要么就觉得说可能太吵 或者是太占空间 甚至说花钱花太多 那我对于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请教罗宾妈妈 假如说家长对于这个养鱼这个嗜好 有反对的声浪的话 你会给这些家人一些什么建议呢 给他一些鼓励 对孩子有信息的事情 一定要让他自己去做 他才会有前途 希望各位家长要给孩子一个机会 让他有这个机会去享受自己的兴趣 我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的儿子喜欢我就支持他 感谢感谢感谢罗宾妈妈支持我 你们今天才看得到我 那罗宾的妈妈这样子 像罗宾这次比赛有得到冠军 那你心灵感受有觉得说 诶 鱼有荣烟吗 很高兴 有这个荣幸得到这个奖 第一我孩子很高兴 给他拍拍掌 拍拍手 感谢罗宾妈妈这么的支持罗宾 所以我会藉由这个短短的影片 分享给大家是说 水族这个4号是很难得的 而且其实说实在 他的花费只有一开始 那个设备需要去添购 其他的部分的话 其实花费是非常少的 比起你说去做一些其他的 我要花很多钱 才要去执行的4号的话 水族这部分相当于 只有花费一点点而已 那所以我也是一直努力的推广 这个水族的这个4号 分享给各位广大的观众 那妈妈还有什么 要跟其他的广大罗宾的观众说吗 我要说的是说 各位家长们 假如小孩喜欢的话 就让他有兴趣的去做 不要让他去做坏事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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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了解 所以这个你看天下父母心 都是希望所有的小孩 能够平平安安顺利成长 你是否有赚大钱 那都不是重点 一家和乐 这才是最大的享受 妈妈你这样说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个镜头 来介绍一下罗宾的妈妈 然后也说一下 如何让家人能够更融入我们的水族4号 然后我们谢谢妈妈参加我们这个 今天的这个访问 好 跟大家说什么 谢谢 拜拜 OK 好 拜拜 罗宾水族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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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要看这个问题吗 你看这个问题吗 你看那个问题吗 你though keine globe 会 아닌 因为 page白 通 Beta 你说 你就听说 啊 我们想要问你一下妈妈 对于我们在营花这个水族 不同家主理 都会有反对的声浪 那我身为一个水族爱好者 我很幸运 我家人都非常地支持 這個興趣 那媽媽這邊 你會有反對的心態嗎 我不會反對 不會反對